好疲倦,一直無線上來 你們是否認識了,請回答 很抱歉,請請 太長了吧 大家好,我們是曼財少爺 請多多吉祥 大家好 請多多吉祥 我們今天要分享的是 日本人來到台灣四年之後 感覺到的日本跟台灣的家計 好疲倦 很長耶 辛苦了 嗨,日本跟台灣真的有很多的差異了 我們來台灣已經過了四年了 所以我們發現了很多很多的差異 那今天也繼續分享一下 第二個,太直接 台灣人比較多直接說的人 但是這個是不好的意思 表情是我們是好朋友 所以我跟你們直接說 之類的 對,對 可是呢 對我來說 現在也是沒有習慣 因為 日本人的話 比較 玩極的 日本人是 說法也是OK 現在越來越習慣 可是一開始來台灣的時候 欸,台灣人呢? 你先行 你的中文的話 不標準 我開始拍得更溫柔一點 你不太會是不太會 但是我頑端的 你不太會 好日本人 你也要是 75人 25人 你不太會 你很不太會 你不太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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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它變大了 肌肉質感很大 很健康的身體 這就是胖的意思 我們是日本人 所以形容的方式也有多 例如 太多 更沒禮貌的話 比較可愛的話 火柴 還有比較文學性的說話的話 福祉 感受到的感覺不一樣 沒有直接說的話 真的可憐 是 還有火定的學會有很多 中文的火定的 所以我覺得台灣人的話 可以直接說 這樣不行哦 但日本人的話 有可能不行哦 不可能 有可能 應該好像 日本比較多這種的行為 對 如果日本人的話 明天開啟了嗎? 啊 ちょっと難怪 可能 那個中文的話 明天有空嗎? 啊 沒有空 這樣結束 對 但日本人好像剛剛的 行きたいんだけど もしかしたら 用事があるかもしれないから 行きたいな 到底 住不住 啊 啊 請給我 說清楚 對呀 不住在日本人 才用小火雞蓮 課 對不對 對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我可以給你 請課哦 你問我說 誒 相信後呢 這樣的話 對日本人來説 誒 有點白 小火雞蓮 太難怪 但台灣人說的 要是一起去玩吧 是真的 都是簡心話 不一樣 對 日本真的太完整 嗯 中文比較好 嗯 要克服回信的時候 如果中文的話 不好意思 請給我回信 大概這樣 OK吧 嗯 那麼多 對 很多啊 對 日本的話 不會這樣 お疲れ様です 一直無線 なっております お疲れ様です 存じますが お返事頂けると 幸いです 大変申請ございません が 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太長了 吧 請說重點 意思是一樣 一樣嗎 請給我回信 對呀 所以呢 應該簡單說的話 返記ください 這樣OK 對呀 但如果只有這個的話 真的很沒禮貌 對 所以要講 お疲れ様です 一直無線 なっております お疲れ様です 存じますが お返事頂けると 幸いです 大変申請ございません が 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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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構 好可憐 好可憐 這個功夫現在可以打掃嗎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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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丈夫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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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 YES O NO 真的 大丈夫です 很常用 日本人現在很麻煩 對 太完整 嗯 常用的話還可以 但是跟日本人一起工作的話 對台灣人來說很麻煩 嗯 到底YES OR NO 對不對 對 我比較喜歡台灣人的直接說的習慣 對 因為我覺得 台灣人比較沒有長面話 還是有長面話 比如說那個超級店的老闆 跟我們說你們的中文很好 很厲害 但是朋友的話跟我們說 你的中文的翻譯還有很多的做 嗯 這個是很好的建議 嗯 他們很喜歡我們 所以他們希望我們的中文有進步 嗯 所以才可以跟我們直接說 你的中文還不好 嗯 還有呢 如果台灣人聽到 日本人那麼曖昧的言語的話 嗯 真的聽不懂他想說 對 所以呢 如果台灣人也會講長面話的話 嗯 因為我們也聽不太懂 嗯 他們想說什麼 日本人太完整 但台灣人很直接 所以這個都有點空缺點 你覺得如何呢 其實 還有很多我們感覺到的茶 以後也可以繼續分享吧 哦 OK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多多訂閱我們的YouTube 好 還有我們練習的粉絲團 Instagram也有 請多多集中哦 Fight out Fight out Dewa Mata né Byeyee Yoo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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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